这里是QO的电脑 我今天来给大家讲解的是 关于打印 张素的设置 首先我们进入这个菜单 主菜单 然后进入打印设置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设置它的张素 我今天讲的是非常重要 只说张素 其他都不说 张素是怎么设置的呢 我们张素是有分开三种订单的 你看第一种是shop订单 第二个是telephone订单 第三个是delivery订单 就是shop现场 telephone电话 delivery送餐 三个是分开来设置的 就是有的人想要shop 比如说只要一张单 telephone只要两张单 要三张单 然后我们可以做得到 那你不同的订单打印 不同的张素出来 而有些人呢 就因为这个 弄了他打印的张素 就没办法设置好 今天这个视频 专门是教你怎么设置的 怎么设置的呢 你点每一个 这一行的黄色的球 就锁定这一行 然后你看下方的张素 就是每一行下方的张素都不同 所以每一行的设置的 结果打出来的数量都不同 我点第一个黄色的球 下方显示一跟一 意思是看台单一张 除黄单一张 所以他一共是打了两张单 然后我点第二个黄色的球 这个黑格子移到telephone这里 下方显示的二跟二 然后就是看台单是 然后我故意设置成这样子 就是为了让你明白 因为他们是分开设置的 然后我点delivery order 下面是三跟三 然后三和三 也是最大的数量的 这样子一共会打出六张来 然后具体怎么设置呢 然后我现在教你 所以shopper下方是一和一 然后telephone下方是二和二 然后delivery下方是三和三 然后我现在将你设置 只要点它这个数字就会变 然后我delivery 比如说给它设成一和一的 那delivery设置好了 但是telephone呢还没 必把它设置多了 你知道它是分开设置的 我现在也给它设置成一和一 所以telephone是一和一 然后delivery一和一 然后shopper也是一和一 现在全部打的都是两张单 当然你如果想要多的话 是还可以改的 我点一下telephone 然后比如说看台 是可以的 但是delivery刚才因为设成一和一 你现在想改也是可以的 把它改成二和一 就是电话单 他们是分开设置的 那我再点一下shop 下方还是一和一 因为shop是现场单 所以这个设置是分开来的 希望明白 这里是QO的电脑 谢谢你观看这个视频